两个小孩在欺负一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貌似智杀有点问题 他叫东九 两年前来到这里 被杂货店的大婶好心受留 靠在店里打杂来换取食宿 村里人都觉得他是的傻子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他在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 东九真名袁刘焕 是朝鲜5446部队的五星组长 5446部队是朝鲜的绝密部队 甚至连最高部门都不知道他的存在 主要是以残忍的方式训练出特工 去执行特殊任务 两年前 袁刘焕接到教官到罢的命令 伪装成傻子 潜伏心南韩村落 监视居民的一己一动 等待上级记忆不命令 怀着必死的信念 袁刘焕化名东九 踏上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作为一名顶级间谍 扮傻子也要做到极致 杂乱的头发 一年四季不变的绿色卫衣 每天起床要从楼梯上滚下去 甚至还要悲许小孩欺负 可是这些对于他来说 都是微不足道的 行动高领中最难的就是 每个月在大庭广众之下小遍一次 半年大遍一次 这天半年之期已到 当晚雨夜 东九看准时机执行任务 没想到自己暗恋的女神小美正好路过 哪怕作为顶尖间谍 她也难堪的久久无法动弹 白日里村子的生活依旧平淡如水 东九的工作就是扫扫地 看看店 村子唯一知道她真实身份的是快递员胖叔 她也是朝鲜的间谍 两人时刻期待着祖国给他们下达任务 可长达数以的潜伏 上面根本两无音信 军人的天命就是服从 发完牢骚 两人便各自离开 第二天 东九前去送货 嗅觉敏锐的她发现 村子里面来了一个新的间谍 晚上 东九正在训练 窗外一个黑影浮现 此人一头黄发来者不善 她率先发难 起身偷袭 东九反应迅速 马上离开 两人打斗起来 拳拳盗肉 那人竟然和她打得不相上下 原来此人名叫李海浪 是如今五四四部队黑龙组的组长 东九好奇海浪来此 到底是执行什么任务 便化身快递小哥一路尾随 结果发现 组织让其伪装成一名 参加选秀的摇滚歌手 但由于她五音不全 任务始终没有进展 这让东九哭笑不得 在这潜伏的两年内 东九时常要给远方的母亲写封信 以解思念之情 夜晚 东九和海浪敞开心扉 从小见惯了权力争夺的海浪明白 国家根本就不信任他们 即使任务完成的再完美 回去也是难逃一死 他们不是共和国的光荣 而是要抹去的黑点 东九对此心知肚明 可是只要国家好好地照顾他的母亲 他死去也可以明目了 殊不知 这一切都被暗处的黑人听到 此人名叫李海珍 是现任五星组组长 第二天 所以转来了一位高中生 这是李海珍的卧底身份 两人一照面便心照不宣 东九对他一身一友 是他从小最尊敬的人 李海珍的任务是要取代胖叔 成为东九和海浪的联络人 实际上是党内派他牵视两位 就此三个顶级间谍组到了一起 虽然潜伏的生活枯燥乏味 但有时他们也会找些乐趣 教训骚扰小美的土地上司 拿捏欺负大婶的村中地皮 他们在参与村民日常生活的同时 这里的人们也在慢慢影响了他们自己 这天阳光明媚 村子里的人都在房东的院子里面聚会 他们唱歌打闹兮兮 看着这些再平凡不过的场景 东九愣住了 他不怕训练的艰苦 不怕死亡的畏惧 但这一刻他怕 他怕自己被这些纯土的村民改变了 果然该来的还是来了 南北战争结束 东九等间谍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为了掩盖历史 高层决定把所有卧底当成背叛者秘密处理 教官刀疤于心不忍 虽不敢抗命 但他请求让间谍就底自杀 这样也算有尊严的死去 如果有违抗命令者 他将亲自处决 高层沉默片刻 给予了默许 当天下午 韩国所有的间谍都收到了同一条消息 五四四六最终命令 自杀 一时间 韩国各地纷纷出现了间谍的尸体 东九也已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可是他还剩下一件事没有做 那就是确认母亲的安危 朝鲜那边收到了消息 有三人并未执行命令 刀疤旅行诺言 带领手下前去清理叛徒 东九知道自己无法逃避 他剪下杂乱的长发 褪去傻傻的表情 和身边的人一一告别 看着一反常态的东九 大神心知肚明 却并未追问 他拿出一张存折 说是车费 东九嘱咐大神保重身体 拒了一躬便转身离去 只留下暗自神伤的大神 轻生啜起 东九穿上了来时穿的西装 今天是他踏上战场 绝逐生死的日子 可是没有想到 如今面对的竟然是自己的祖国 东九早已在一处破旧的民房内等待 他想确认一件事情 自己的母亲是否还活着 刀疤并没回答 但答案已经不言而言 两个人随即展开了薄杀 东九不敌刀疤 被他一脚从车里摔下 这时海浪开车赶来将他救走 两人一路急行 来到一处废弃大楼 胖叔早已带好武器在此接应 可是黑包之内的武器 却被换成了砖头 原来胖叔的真实身份 是一名政治系的教授 他一直反对组建5446部队 认定这一群人会叛国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 他潜伏韩国多年 如今政治确凿 自然要带着叛徒的尸体回去邀功 双方就此展开了一场混战 两人皆是身经百战之人 以一敌石不在话下 数招之内就打趴了所有对手 然而胖叔却说出了一个 让东九绝望的消息 进入5446部队之人 家人也同时被收监 他的母亲早已经死在监狱 一听此话 东九无力的跪坐在地上 再也没有求生的欲望 海浪拼死一搏 带着东九来到天台 而这时 海浪也收到了选秀晋级的通知 但他现在只能无奈地投降 天空一片阴暗 两个人的身体也被雨水打湿 刀八带着手下随即赶来 双方展开对峙 生死之战一触即发 东九本就经历一方苦战 身上已有枪伤 面对曾经的教官 前几个回合还能打得不相上下 慢慢的 东九背上染满鲜血 力竭倒地 刀八脚踩东九 掏出手枪 想要一枪爆头 突然砰砰两声枪响 郑重刀八又胸和小腿 枪手正是伪装成警察的李海珍 刀八掏出手雷 想要四人一起殉国 关键时刻 海浪一跃而起 抱起刀八跳下天台 爆炸声响起 让人一起死去 此时韩国警方接到密语 准备武装逮捕两人 面对敌鬼的劝香 李海珍持相对峙 不肯背叛祖国 他让东九找准机会趁机逃走 可此时东九心如死灰 他拿出口袋里面的存折 却惊讶地发现 上面写着小儿子东九的存款 还给他存了一笔结婚基金 在大婶的心里 他已经把东九当成了自己的儿子 想到这里 东九气不成声 这才是他想要的生活 此时天台场面异常紧张 李海珍不愿意投降 韩国警方步步走 突然李海珍情绪失控 开箱射击 他也被对方施以还击 伸中树枪 东九见状 飞身抱住李海珍挡下子弹 两人从楼顶重重摔下 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时间很快到了冬天 村子里再也没有一年四季 穿着绿色卫衣的傻子了 大婶也知道 这个傻子是一个叫 圆流焕的可怕见底 可是那有如何 那是他的二儿子 在当初发现东九的地方 大婶在那个地方挂了一个合证 上面写了一句话 希望东九如果活着就给一个消息 然而大婶翻开相框之时 发现墙上早已经留下了一行字 妈妈请保住身体 结局确实令人浮想连篇 没有人知道东九到底是死是活 或许这才是最好的结局吧